任何一名魂师 一生只能认一名师父 否则会被世人所不容 你真的认为大师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 但从某种角度 它在武魂方面是无敌的存在 反正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 拜它为师也没什么关系 好了 就这样吧 这是学院免费发放的 你住宿舍楼七室 去吧 那里会有老师安排你 作为工读生的工作 谢谢您 大师确实是无敌的 不过是理论上无敌 当然 还要他那些理论 能够成为现实才行 主任 我记得大师有一个 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一个可笑的说法 够了 大师是院长的朋友 不得妄自评价 虽然没人能证明他是对的 但也没人能证明 他的理论是错的 在武魂界 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对吧 主任 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 谁都只当他是个笑话 仅从一份证明 就看出我是双生五魂 会只是一个笑话 也不知道 谁才是笑话 有意思吗 无论 除了 称探 你是谁 为什么袭击我 我叫王盛 是这间宿舍的老大 谢谢你手下留情 按照规矩 你打败了我 今后就是七盛的老大 老大 我 我是来学习的 不想当什么老大 这是规矩 谁的拳头硬 谁就是老大 对 这是规矩 对了 你刚才用的是魂技吗 魂技 这里是气射吗